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1年9月19号下午3点钟左右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公安局迎山派出所 接到了一个急促的报警电话 三百一十万人民家现金员 你今天走好多久没来 你回去 原来张警官接到迎山镇村民黄军的报案 说他家里的三百一十万元现金 他说我家里面交了三百一十万 他说我听到想要吃惊 我说是不是要说三百一十万 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不是开玩笑 因为我们这个景山镇嘛 经济并不是很繁荣 对于一个农村里面 一个农民家里面 所以三百一十万现金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怀疑他可能是个盛景民 我这个人呢 有可能是中国厚乐局 张警官怀疑报案人报假案 是有依据的 因为迎山镇的农民 人均年收入不过几千块钱 现在居然有村民敢说 自己家里丢了三百一十万 而且还是现金 这让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是个假案 然后有人他讲 你那个是现金是美元 他说他是人民币 然后当时我还是听到想要移民 我想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太现实 我从今到现在这个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中接到这个 三十万以上的 想把这个案子的这几千 三百一三十第一次 宁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以前也接到过 不少类似的报警电话 接近的话在这种情况是几十起码 郑敬民那种说自己是这个 家里面降到一千万 都是很正常的 当时也想 我想农村就是哪里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 我扣到三百一十万 最多就是个 家里面扣点流动资金 扣点这些就是个 几千万块钱 按照常理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一般的人家里都不会存放 大量的现金 一来是不安全 二来是不经济 将钱存在银行里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收益 其实这件事最大的疑点是 村民皇军家里怎么会有 三百一十万元的现金 这笔巨款从何而来 而这笔巨款又是怎么被盗的呢 尽管警方对这个报警电话 心存疑虑 但如果此事是真的话 那么这个三百一十万的 现金盗窃案 将是内疆史上最大的一起 现金盗窃案 于是九月十九号当天 警方派出警力赶往案发现场 进行调查取证 通往皇军家的路 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 老远看见皇军家的房子 只是普通又普通的农宅 走进这个房子里 家里连一间像样的家电都没有 无论是近看还是远观 这家人与三百一十万之间 怎么也联系不到一块 随着警方的现场勘查和对事件的进一步了解 他们发现许多的蛛丝马迹 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 这个普通的农户家 的的确确发生过盗窃 不仅门锁被人撬开了 屋子里也有明显盗窃被翻动的痕迹 但是一个农民家里 怎么会有三百一十万元的现金呢 这成了最大的疑问 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 可能发生的激动情况 第一种可能性 钱是他们家庭的多年积蓄 这个不太可能 黄军家在当地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所有的收入来源就是父母务农和几兄弟外出大工所得 这几年也没听说他们家里有谁发了财 所以这三百一十万元现金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家的积蓄 第二种可能 钱是黄家亲戚朋友集资准备做生意的 说集资集到三百一十万元现金有可能 但是把这一大笔现金放在家里实属异常 因为不论对于怎样的家庭来说 三百一十万都是一笔巨款 放在家里很不安全 第三种可能 亲戚朋友既放在这里的 这个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现在现金的存储业务 很方便 各家银行网点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 再说钱放在银行安全有保障 而且还有利息 所以既放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这个农户家里 怎么会有三百一十万元的现金呢 这笔钱的来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对于三百一十万皇军的解释是 这是他们几兄妹打工挣的钱凑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来给他们算一笔账 就算他们每人每月挣四千块钱 三兄妹供六口人 一年能挣三十万还不能吃喝 保持这样的收入 他们要干十年才能勉强的挣到三百万 很显然说这三百一十万是几兄妹打工挣的钱 可信度不高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家中了彩票呢 中彩票的人特别是巨额大奖啊 确实有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别人知道 这也情有可原 可是警方从相关部门调查到的结果却是 中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的人 经过警方的多次盘问 黄军的父亲最后交代 这三百一十万巨款是他儿子黄军让他保管的 而黄军的老婆两年前到内江城里 给一个老板当保姆 生的老板一家人的信任 去年秋天 这个老板就将三百一十万元巨款 托付给黄军的老婆 让他代为保管 看来这三百一十万还真是替别人代管的 那么现在的疑问就是 这三百一十万的现金 为什么不直接存入银行 还要费尽周折的从城市弄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呢 难道这其中真有什么秘密吗 这里是一百万元 刚才我试了一下 估计这一百万元有三十多斤左右的重量 那三百一十万元差不多就是一百斤 如果把这三百多万全部摆满桌面 那得是一大堆了 那么黄军当时是如何将这笔钱 弄进那个偏僻的农家小屋的呢 2011年秋天 黄军老婆受雇的那家主人将三百一十万元巨款交给了黄军夫妇 后来黄军将三百一十万现金用蛇皮口袋装了三口袋 用摩托车运回了资中老家 当时黄军并没有告诉继父口袋里装的是钱 他的继父肃大爷也没多问 随手就把三口袋钞票放在了基隆上 三百一十万巨款 被随手放在基隆上 老实芭蕉的素大爷竟然浑然不知 直到2012年春节黄军回到家后 担心父亲把口袋弄丢了 才不得不告诉他事情 那么三口袋钱放在哪里最安全呢 这个问题不要说素大爷换了谁都很为难 如果你有三百多万的话你会扎个厂 三百多万元的现金放在哪里其实都不安全 更何况像素大爷的家里就一个巴掌大的地方 又没有保险柜 能把这三口袋钱放在哪呢 想来想去 素大爷找到了藏钱的最佳地点 这就是素大爷找到的藏钱的地方 当地人称石柜子 就是一个用石头做成的存储粮食的地方 所以一个是安全的一个主要是空的 担心人称石柜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人的邻居 包括他的朋友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基本上就排除了是外人作感 犯罪嫌疑的人 偷在上面一刷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他的目的就是真的在上面一刷 综上分析 警方初步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 熟人搭线 生人行窃的犯罪手法 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 找到这个熟人 借贼也就不难抓获了 而就在这时 有群众向办案民警提供了一个信息 就在310万巨款被盗的前一天 曾经有两名陌生男子以收花生为名 打听大石村四族怎么走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及对旅馆入住信息进行的分析 一个叫翟小林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翟小林36岁碎尼人 经查翟小林和一个名叫何远平的人一起 于9月17日从上海飞抵重庆 并立即转到资中到达迎山镇大石村 案发后 翟小林立即返回了上海 那么翟小林身在上海 他是怎么知道远在四川的宿家 藏有310万的现金呢 究竟是谁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呢 与此同时警方得知一条消息 肃大爷的小儿子 也就是黄军的弟弟黄勇夫妇在上海打工 而黄勇的妻子有一个同在上海打工的 遂宁式的亲戚罗应芬 这和之前专案组分析出的 熟人搭线生人行妾的案情基本一致 在经过大量调查工作锁定对象后 专案组赶往上海 2011年9月29日 犯罪嫌疑人翟小林 在上海的出租屋内被警方当场擒获 根据翟小林的交代 警方先后又抓捕了罗应芬等4名嫌疑人 五位犯罪嫌疑人落网之后 找来上海小偷招来上海小偷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老乡竟是梁上军 我只要不要买股 很好 他太好 层层层层层警方租回藏匿账款 你这是吧 慢一点 慢一点 小偷 借贼到底采用何种手段偷盗聚团 最终警方又如何找到偿款地点 取胜马上播出 偏僻山村村民家中310万聚款失窃 网上还有三个头带 一龙哥的 众人怀疑施主报假警 他可能是个神经典 我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后来去 离奇的310万失窃案背后居然暗中有案 那么这个农户家里 怎么会有310万元的现金呢 层层追查 警方迅速锁定嫌疑人 宅小林36岁 那破败村屋藏有310万元巨款 小偷如何得知这个惊天秘密 普通农家为何又会拥有巨额现金 310万废造案废墓 又有着怎样的隐形 取证马上播出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取证 上一节里我们说到 落网之后 五位犯罪嫌疑人 对偷窃巨款的事实供认不讳 但是肃大爷家里藏钱的事情 只有他们老两口和黄军夫妇 一共4个人知道 这五位犯罪嫌疑人都是外人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 他们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三口袋钱偷走的呢 随着审问的不断陷入 五位犯罪嫌疑人终于交代了 他们是如何知道 肃家藏有310万元巨款 这个惊天秘密的 原来今年清明节前 在上海打工的黄军的弟弟黄勇 回家扫墓 顺便看望继父和母亲 其母无意中透露了 黄军放了很多钱在家里的事实 黄勇返回上海后 在闲聊中又相继透露给了罗映芬 翟小林等人 为文陀起见 翟小林约了老乡和远平一起动手 9月16日 两人订购机票于当天晚上飞地重庆 第二天赶到自中 9月18日 两人乘坐一辆出租车到达迎山 后换乘一辆摩托车到达大石村水库 两人谎称收购花生 在树立石家附近踩点 随后两人返回资中住进了旅店 期间何远平因为害怕打了退堂鼓 独自回到了上海 为此两人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何远平的离去并没有阻止翟小林的犯罪行动 9月19日早上天高亮 翟小林带着新买的一双雨靴和一把螺丝刀 趁素家家里没人撬门入室 一阵烦找 终于找到了那310万元现金 翟小林将三个口袋扛出素家后 由于太重 没走多远就力不从心 于是他将其中一袋藏匿在了距离素家 约200米的小山坡的草丛里 你十九月那天看了几袋子 两袋 那十一袋你藏哪里 就藏哪里 你看到那个都一个 应该压得一个 压得一个 就那个地方点点 大约四天之后 翟小林和唐春林罗应分一起 再次回到大石村 将剩下的一口袋钱拿走 回到上海后 五个人把钱分了 然后就开始花天酒地肆意回货 你们最后缴获的账款一共是多少 230万费用 那剩余的费用 剩余的钱呢 就剩余的费用了 那几天之后就回货了 它怎么回货的 用在哪地方呢 就是赌钱 票数的这些 主要是赌钱花费 这是吃了刷了 没穿的 没穿的 不没这个名牌 高档用品 随后办案民警 从这些嫌疑人的家里 分别搜出了大量现金 犯罪前一人翟小林 早已将大量现金转移到老家 让老父亲埋藏在土里 这个箱子是你楼上来 放在这里的吗 嗯 换猎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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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啊 啊 啊 被捉拿归案 除了被他们挥霍掉的 80多万元之外 剩下的200多万元 全部被追回 2012年6月 翟小林等5名犯罪嫌疑人 被内疆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盗窃罪 分别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 盗贼被绳之以法 赃款也被追了回来 那么这笔钱 是不是应该完毕归照 还给托付巨款 给皇军夫妇的那位主人呢 答案是不能 问起原因 原来这个盗窃案当中 居然还有暗中暗 接下来您慢慢看 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一开始 内疆内混人家 会将310万元巨款 托付给保姆保管 而不是存进银行里 巨额现金来源何处 这个钱本来是国家 完毕归照应该还给国库 谁都不能享有 310万盗窃案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情 原来这个盗窃案当中 居然还有 中案 取证马上播出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取证 上一节里我们说到 盗贼被绳之以法 赃款也被追了回来 那么这笔钱 是不是应该完毕归照 还给托付巨款 给黄军夫妇的那位主人呢 答案是不能 经过警方调查 原来黄军的老婆 两年前在内疆一户人家 做保姆 而这户人家的男主人 是当地一家国企的老总 2010年秋 这位老总因为侵吞国有资产 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而他家里就存放着大量现金 为了不留下犯罪的证据 这些钱他们不敢存在银行 但如果继续放在家里 必然会被搜查出来 于是老总的妻子 想到了自家的保姆 也就是黄军的老婆 因为黄军的老婆和主人家里 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加上平时工作踏实 深得着人家信任 更重要的是 他的老家在偏僻的农村 不会引人注目 于是在这紧急关头 老总的妻子就找到了保姆 也就是黄军的老婆 富有戏剧性的是 清通国有资产的老总一家 千算万算 认为想出了一个 保住赃款的好办法 却万万没有想到 强盗遇到贼爷爷 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偷走了巨款 最后又被警方追回 这个钱呢 他肯定不能归施主 因为这个钱 其实原本是国家资产 被一位国企的老总 坚守自盗 把这个钱给侵吞出来 然后又转移到了 苏大爷这家里面来保管的 最后被小偷偷掉 那这个钱本来是国家的 完毕归照应该还给国库 谁都不能享有 而这个案子很奇妙的一点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三个犯罪的相连 第一个犯罪是一个 青春国资的犯罪 把钱从国家那里拿出来 第二个犯罪是 帮助国企老总的 窝藏账物的犯罪 然后又把这个钱呢 转移到了四川的农村 最后一个犯罪呢 是一个盗窃犯罪 把这个钱呢 从这个老龙的苏大爷家里面呢 把这个钱给偷出来 三个犯罪串在一起 那小偷要承担盗窃的行事责任 而苏大爷一家 可能因为帮助这个国企老总的这种做法 涉嫌已经构成了窝藏账物的犯罪 要追究窝藏账物罪 国企的老总按照我们刑法呢 他要承担相关的青春国资方面的 比如贪污啊或者其他方面的犯罪 都要受到刑法的追究 三百一十万元巨款 从老板的手里转到保姆的手里 再交到苏大爷手里 又被窃贼偷到了手里 结果回到了警方的手里 这批本来就属于国家的财产 最终回到了国家的手里 目前五个窃贼和那个侵吞国有资产的老板 全部被绳之以法 这正应验了那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哪只狱贼献了刑 今天的曲张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